因为你跟他的社会关系就是不一样 我们在教育里面也都谈过了 哪些人能够上台大 哪些人上台大 他还缺哪一些人 你当你知道有些人 你为什么上不了台大的时候 你还是现在上不了台大 所以不管如何 我们的社会学分析就是 就是这个 搭配的社会关系 社会结构 还有一种关系 最后的一句话 我们这个学习的最后一句话 最后是什么 还不是还没到那边 社会学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我们是社会的魁脸 魁脸的意思知道吗 吊着那个丝绳的 那样子的 嘎雷啊 嘎雷听过没有 就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小木偶 对对对 有一些线在牵着他 去操控他 我们人 其实 你说我们有 好像被很多社会规则 社会规范 社会结构 把我们绑住 所以你们不会在这边 脱光的衣服在那边唱歌跳舞 不会嘛 对不对 因为有一个社会规范在那边 你也不会在这边穿街 拿起了一支笔 往我脸上丢 对不对 不会 呃呃呃呃呃 好 你当然也不会这么做 所以就很多社会规范 会绑住你 让你去做或不做 这些事情 但是 但是什么呢 但是 我们是人 对不对 但是我们是不是傀儡 我们 不是傀儡 我们虽然受到这么多社会规范的牵制者 怎么去做 怎么去动 我们到底要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 都有一些社会规则 社会规范来告诉我们 但是 跟 傀儡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 千事万里 那千事万里把我们绑住 但是我们看得到那些东西 就跟刚才我们看的那张表 那张真线分析图一样 是不是有很多线 很多线把某个 那只猪跟那只狗绑住 绑住让他可以做或不能做 但是因为我们看得清楚 所以这也是我们踏出自流的第一步 我们 就知道 可以往哪个方向 是我们希望要走的 希望去改变社会的 或者是希望我们要达到一个 我们希望去取得的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 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但是 总是有一些社会性的目标 总是希望社会更好 未来更好 我们的下一代 不会像你们 现在这么悲惨 如果你们现在这么悲惨 我们的环境都是我们这代造成的 好 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只太注重民主化 但是不注重社会阶层的平等 才会造成现在的 所得差距越来越严重 阶级分化越来越严重 这是过去二十年台湾社会民主化 所没有去碰触到的议题 但也是 已经开始在逐渐出现 未来二十年 应该是以这个议题为主的 所谓的社会不平等的问题 好 这句话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学的总结 包含了社会的结构的 跟包含个人的自由的 这是同时定存的 好 OK 就是 这样子 谢谢各位 谢谢 很辛苦 很辛苦 那我们给自己鼓掌一下好不好 好 好 OK 那下个礼拜 我们的那个报告就按主叠 好 所以你比较早的主叠 你就先报告 所以等一下 那个各组 就等一下去分 讨论一下你们 下个礼拜报告的东西 下下礼拜报告的东西 然后呢 整个时间顺序 那他们会 那个 助理们会宣布说 报告的时间跟那个 好 我们下课 去讨论你们的期末报告 还是要分组去讨论你们期末报告 我们下课 去讨论你们的期末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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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一定要我们要带 那 那一定要我们要带 那